南极上空每年秋季都会出现巨大的臭氧空洞 但促使这些空洞形成的条件却很少出现在北半球 但是今年三月份在北极上空出现了一个臭氧空洞 而且最令科学家震惊的是 这个臭氧空洞竟然又自行愈合 臭氧层的作用就像是地球的防晒霜 保护生命免受有害的紫外线辐射 但臭氧层在地球表面并不是均匀分布 世界三级地区也就是南极 北极和青藏高原的臭氧层会明显稀薄 如果臭氧层中臭氧含量减少到正常值的50%以下 科学家们就会说这是臭氧洞 最著名的臭氧洞是每年在南极地区发生的臭氧洞 而今年三月下旬 北极上空出现一个罕见的臭氧层空洞 面积达到破纪录的100万平方公里 科学家担忧 如果空洞随着气流向南移动 将对人类构成直接威胁 然而神奇的是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研究机构日前宣布 史无前例的2020年北半球臭氧空洞 一惊闭合 有人猜地球臭氧层自我修复 难道是和中共肺炎导致全球封锁居家隔离有关吗 不过相关监测单位已经澄清 两者并没有关系 因此有网友就说了 看来人类办不到的事情 地球自己办到了 那么大方公里 也就来这些电话 这些电话 你这些电话 但是你没有关系 这些电话